KK園區相信最近沒有人聽過 這簡直是一個地獄 我被人騙了半年 轉賣了五個園區 每天都好像從鬼門關走出來 遺消寫好了 而他們在園區唯一的工作 很簡單,就是騙人 我們公司有一千個電話 旁邊公司再誇張一點 真的有三、四千個電話 而且他們有很多SIM卡 多得一座山 不過他們很聰明 他們一知道那件事已經不流行 會馬上轉 一進園區基本上就是走投無路 我不想騙人 以後不是曬人放火 不用想得這麼嚴重 人家有很多錢 我下機後,真的想哭出來 你經歷過那十八層地獄的感覺 連我朋友都以為我九死一生 洞壓細片為你拆解世紀片 變局KK園區騙案 歡迎大家收看東壓細片 七師傅,我們做了這麼多集這些騙案 有沒有哪一集你最有選擇 主要感覺就是自戀騙案 自戀騙案 我想你的意思是網戀騙案 差不多而已 總之男人問你拿錢 你就一元也不要付 總之什麼都不要付 至於我做了這麼多宗這樣的騙案 我自己本人的防騙意識又高了 近時逢是打電話三字頭那些 無論有沒有優惠,我一概不聽 但做了東壓細片這個節目 我反而想跟他聊多兩句 來去索一下料理一下這個節目 Benson,你也挺狡猾 你也想令騙徒墮入你的圈套 不過你也很敬意內業 你也想多多點料理給觀眾 我們做了東壓細片的一個節目 就是想提高大家的防騙意識 提高警覺,不要墮入騙徒的陷阱 接下來這一宗 就是一宗震驚全東南亞的世紀片案 Benson,你說的是否緬甸的KK園區 聽說那裡所有網絡騙子 都是那裡有一個監獄 據說那裡的老闆 就是絕大多數騙案的幕後黑手 今集東壓西片 就跟大家直擊KK園區 狗死一生的經歷 大家好,我是陳嘉倩 是防騙記者會的發言人 聽到KK園區,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 警方由2022年初至今 一共接獲46個人士 暴聲誤諾海外求職 或是網上情緣等的騙局 受害人經朋友介紹 社交媒體或電話推銷 接受以優厚的薪酬 無需工作經驗、專業技能或是學歷等等 作招來的海外工作 包括從事賭場可觀、廣告、代救等等 被誘騙到緬甸、柬埔寨、魯窩和泰國之後 被禁錮進行電話或網上詐騙等非法活動 而受害人需要詐騙到指定的金額 又騙他人前往當地從事非法的工作 或是求助家人向犯罪分子交付贖金 才可以獲釋 而受害人交付贖金的金額 由港幣32,000元至32萬元不等 請問先生,你有聽過KK園嗎? 有,新聞有說過 是甚麼呢? 譬如說,譬如我包你食宿、機票 又去一個國家 有很多人報了出來就說 原來你去到就用房間困住你 為了打你 被人騙了去的某一個地方 然後人們在那裡被迫打電話去 騙了很多人 說喊救命那些被人拿棍打 被人拿電棍電那些 又聽過一下 你有沒有收過這些信息? 這些電話一定有收 有收過這些? 有收過,有收過 我打過來,叫我去泰國 或是甚麼有份很高的工資 又是甚麼待遇很好 他說幾萬元一個月 其實集片集團主要是 透過社交網站的招聘群組 以高報酬低要求的海外筍工 來到招來 而一心想著 找工作找錢的人很容易中招 就好像以下個案的報料人一樣 他被人騙了去KK園區 大家都聽過這個地方 正所謂一入KK 日理萬機 是手機的機器 不斷打電話去騙人的錢 他多經辛苦 才可以死裡逃生 我被人騙了半年 還賣了去五個園區 每天都好像在鬼門關走出來 我打算自殺 遺書死好了 但那裡不像香港一樣 你跳樂樓真的隨時死不去 最多只是半生不遂 如果半生不遂被人捉花進去 都是任人如用 死路一條 為了令大家不要像事主一樣 被人騙進去這麼恐怖的園區 事主決定站出來公開他的經歷 大爆園區慘無人道的一面 希望不要再有人被人騙進去 KK園區裡有甚麼人 裡面有三種人 要麼是行匪 要麼是有些酒塘無路 被人賣過去 要麼就像我那些傻瓜進去 那為甚麼你又去了KK園區 蠢,真的很蠢 事主之前在暑假期間 跟很多同學一樣 都想找一份暑期 供、賺、快錢 這樣就可以爽歪歪去旅行 快、展兼職群組 很棒 年滿18至35歲 不論男女 工作地點微索緬甸 15天賺15萬 如果選擇不回香港 七個月還有額外獎金嗎 那做兩個月可以順便去旅行 很棒 這麼開心,有今集嗎 今集沒有了 這裡有份工作很適合我的 甚麼都不認識,誰請你 這裡寫明 是要懂得基本打字 最好懂英文 這個兒子我是英文五星星 怎會不適合我 不過我要去泰國那邊 這麼遠? 挺遠,三個小時都到了 還有做兩天就回來 那實話都沒有一撇 人家真的聘請你才算 免得跟你說 明明就找暑期工作 到最後去了KK園區上班 你不覺得古怪嗎 說明明去梅索、緬甸等地方 泰國就說正常 還要這麼高薪金 因為我心想要多賺錢 以為是工作假期而已 那也不怪你 我一進去就有過千人在裡面 我們就有八個人一間房 是睡屋架床 基本上我們每一天 全部人都要一起上班 幫老闆賺錢 而據他說 園區基本上 就是所有騙案的大本營 他們口中所謂的賺錢 其實就是幫騙徒 進行不同的騙案 像我們之前提過的網戀 電話騙案、投資騙案等等 通通得很有可能 是源自KK園區的 我們公司有一千匯電話 旁邊公司再誇張一點 是真的有三、四千匯電話 而且他們有很多SIM卡 多得一座山 不過他們很聰明 他們一知道那件事 已經不流行 會馬上轉 剛才也說了 一進KK,一日理萬機 事主進入了這個園區 基本上真的從早上到晚 達不到那個業績要求 還會被他的組長恐嚇 真是每天都是心心的折磨 喂 一來到… 我和你說了甚麼 每天要找到兩個客人 不然就會做一把心盡 做吧 其實每天被逼騙人 心裡真的很過意不去 事主在園區 足足被困了幾個月 騙徒威脅他的手段 一天比一天誇張 又做不到? 怎麼搞的 教過你的嘛 攻心計 攻進他們的內心世界 你明天還搞不到錢 不是只做獎勢這麼簡單 連我都幫不到你 為了保住自己的命 事主也唯有屈服 而這麼多宗他騙人的騙案 令他最深刻的 就是網戀騙案 當時有的組長叫Simon 他不斷哄我做 要我在社交平台開帳戶 還有一千多張照片 可以讓我選擇 但全部都應該是偷回來的 目的就是要令我的表現 像是真的 我試過扮男,又試過扮女 試過最高峰是同時選擇三個角色 例如女強人 甚至是一些上市公司主席 他跟醫生、律師、有錢人聊天 目的就是讓他落答,肯付錢 你最多試過騙人多少錢 最多騙了四、五萬元左右 不過有一次Simon插手干預 就騙了一個女生 整個七位數字 七位數字? 一百萬元 你也挺重手的 其實我不想的 因為我也是被迫 我那時也過得很壓抑 因為我為了生存 我一定要騙人 我也沒辦法 但事後我也很怪責我自己 如果你想離開 就要付三萬美元贖款 錢也賺不到 人也走不了 其實事主當時真的甚麼都做不到 我不想欺負人 又不是曬人放火 不用想得這麼嚴重 人家有很多錢 只要給你花一些 是嗎?你不做 那我必須留你 老闆說要劏的 我只說要保住你 送你去臉北 賣內臟 可以收回80萬人 你不是聰明的 沒有… 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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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好了 你是聰明的 做到生意 老闆開心 大家就快樂了 不做就要賣器官 事主聽到真是嚇死 怎敢反抗 之後他為了不用再被人虐待 決定努力地辦公 即是辦公作 再找機會走路 好 先乾杯,來,乾杯 乾杯 這次公司賺成100萬 你也多拿兩成,挺好 繼續做 認識你做主持人 自己一間房間 不用再睡白人房 老闆去派對,你一起去派對 老闆打骨,你一起打骨 老闆KTV,你一起去KTV 有些人做到不願意離開 來,再喝杯,來吧 乾杯 說到前途一片光明感 都是想人留下 加入集片集團 一起騙人而已 事主當然不想 他在這幾個月裡面 其實都發現了不少園區的內幕 園區裡面人強馬撞 在網上其實很容易撞到自己人 所以我們會有暗號 騙徒之間的暗號到底是什麼 知道了之後 我們是否可以識穿騙徒的身分 是否很想知道 稍後繼續和大家都騙小片 之前聯合國出了一份報告 根據可靠消息估計 在緬甸最少12萬人被迫參與電話騙案 柬埔寨也有10萬人 老窩、菲律賓和泰國都有類似的犯罪集團 所以KK園區其實根本可能只是一個 代名詞不止一個 大家真的要小心 上一節提到 KK園區的騙徒之間其實有暗號 到底是什麼 會不會是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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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在網上人強馬撞 在網上很容易撞到自己人 所以我們會有暗號 就像天王蓋地府 小雞燈蘑菇 我不太明白 這些暗號是怎樣用的 很簡單 例如看資訊 如果有個女生叫天王的女孩 我們就會知道一定是假的 一定是自己有 或者我們可以聊天帶入 我會問女生吃飯了嗎 我就會說 我吃了東北菜 小雞燈蘑菇 如果是香港人的話 我會說喜歡四大天王 就知道一定是假 不會浪費時間在她 在事主被迫做騙子的時候 她也曾經騙過一個女生 而她回來香港之後 就嘗試聯絡她 跟她說回整件事的經過 希望得到她的諒解 不如兩位介紹一下你們的關係 我當時在原區上班 被我騙的香港人 她騙了你多少錢 我在短短七個小時內 被她騙了120元 你不生氣她嗎 生氣 我當然生氣 我最初生氣到想報警 但後來回到後來想 其實她也是受害者之一 真正騙我的壞人 現在還在騙其他人 其實這個女事主本身是碩士生 學力也不低 在她找工作的時候 就成為了騙徒的目標 據騙徒事主說 是她的組長Simon親自出手 哄這位女事主落答的 Head Hunter找我 問我有沒有興趣做飛彈 Yes 那是飛彈 Sup 你好 你好 我想說 社會是一個幫網站增加瀏覽量 很容易,自己在家裡做也可以 一天最多做三套 完成40件產品 就可以拿到用金 早一天都可以賺到一千元 不如你用我的帳戶 你先試試 不停按幾下就可以賺到錢 沒有騙你的 你在檢查我的帳戶 真的入了錢 但為何突然附了我50元 你賺回錢,賺回帳戶 就可以繼續玩了 那就賺了四百多元 也很容易 不如付2500元 自己開個帳戶 正式玩玩吧 嗯,也可以試試 在Simon騙騙騙騙之下 女士廚就跌入這個圈套 以為找到筍工 還不斷地扔錢下去 想著可以賺多一點 再賺多一點 喂? 怎樣?昨天賺了多少錢 四千多元 四千多元 公司現在用三萬元 就可以升級成為專屬用戶 不僅要多賺點雇用 一套東西中了 還可以多點產品和雇用 付錢也不會太多 你一定會收到 你一定會收到 那…幾千元也可以的 那就這樣了 好吧 很快,Pinto就露出 他禽獸的真面目 而他的錢就像一流煙一樣 一吹 沒有了 付三千 付五千 付一萬 付三萬 為何付那麼多錢 付五千 我是Kowloon Bank的職員 我姓魚 我們發現你的戶口 短短三個小時 過了四十萬 我想知道 是不是你本人 是呀,是我本人 忽然間要過這麼大筆錢 小心有人騙你 知道了… 謝謝你 再見 又付三十萬那麼多? 其實我不明白 為何你要一直扔錢下去呢? 我也不知道 我已經跟自己說 不要再扔錢下去了 但我另一邊的路就跟自己說 如果不扔錢,那些錢拿不回來 因為這個平台有規則 如果你一天之內完成 那一世的錢是會消失的 那一刻我真的好像撞邪一樣 其實很多人都像他這樣 打算付完一次 就可以拿回之前的錢 不想本本也沒有 不是一直繼續付,繼續付 最終就跌入這個無底深淡 其實這些是園區很慣上 我還記得當天我快要完成那一套 推到第五十四下,真是最後 我簡直以為最後按一下 我就完成了 誰知我一按的時候 他彈出來的是負數 負六十五萬 我那刻當堂呆了 又害怕又震 真的差點就暈倒了 通常受騙的人都有股傻驚 希望打電話跟騙徒對質 結果騙徒當然甚麼都不承認 你為甚麼要騙我 我這麼大的公司,怎會騙你 我現在沒了錢 小姐,想你搞清楚 你做這件事之前 你應該知道的 你要完成整個過程 做了要那麼多錢 我之前就入了三十萬 現在又懷疑六十萬 沒可能 那你之前賺了錢的,對嗎 我覺得你可以去報警 選擇一個平台,也可以 喂?喂? 喂? 後來我也有檢查過 這個平台的商業登記 根本就沒有這間公司 我報警 警方說因為這個過數的帳戶 是利案一個人戶口和空殼公司 很難追查 結果女事主被騙的錢 當然追不回 而騙徒也失去聯絡 再說回這次報料的事主 她經過了幾個月被迫做騙子的生涯之後 最後終於找到機會逃出生天 那你是怎樣回到香港的 我真的受不了 於是我就偷偷地跟家人 和救援機構求救 我真的很害怕 因為我怕被他發現 我每次發訊息都馬上返回 但後來我家人 真的被四萬元美金縮我回來 然後救援機構 又找到當地的長官 那我終於可以逃脫了 我下機之後 哇 真的想哭出來 你經歷過那十八層地獄的感覺 連我朋友都以為我狗死一生 警方呼籲 大家切勿、輕易相信、標榜、賺快錢、 高薪厚職、無需學歷或工作經驗 的網上或社交平台招聘廣告 如果僱主在招聘廣告裡 沒有交代清楚公司資料 或者只是留下社交媒體 或即時通訊軟件的帳號作為聯絡 大家需要加倍留神 最後 在外香港居民如需協助 可致電入境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的 24小時求助熱線 電話號碼是 加852-1868 大家也可以使用入境處流動應用程式 以網絡數據致電 1868熱線 或透過網上求助表格求助 東阿西片 這麼快就來到最後一集 七師傅 第一次跟Ben Sir去做主持有甚麼感受 第一次跟Ben Sir去做主持很開心 集齊所有美男子的優點與一身 當時我就很興奮 很開心 我很期待 到今時今日最後一集 我們拍攝這個節目 東阿西片 也是有一個心願的 Ben Sir 你的心願是甚麼 難道跟我試? 當然與你無關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做到 一次都不要被騙徒騙 而騙徒一口都沒得好吃 有緣再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